香港目前楼架议员高居全球前几名 其中主要原因是土地供应不足 对手梁正英当局的土地政策没有奏效 香港议员建议将解放军闲置用地开放公用 解决燃美之急 明显立法会议员冯简姬在立法会大会上质疑 目前有部分军事用地使用率低 建议把部分长期控制使用率低的军事用地 研究能否用作公共用途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洛表示 当局将解放军码头的0.3公斤用地 归为军事用地是误导公众 目前有近2万名市民签名强烈反对将修器用地解放军化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